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那些声音 杀杂声音的车身 没有这么安静啊 他们就坐在那边 坐到爽爽 会在那边睡觉 这样等啊等的 据说 还不一定能买到新鲜的鱼虾回家当晚餐 那不是要空手而归吗 十个人来买啊 他只是一个鱼虾上每个都要咯 五十他们要找订啊 就他们已经 别人要订了就没有办法咯 好像我们要买有时候也没有的 就是说小小而已啦 就是说打人家买的算了 改变才来 他有很多个鱼虾啊 那么你就一个一个上等咯 没有人买就跟他买 他们坐到 你看似乎你就跟他买 没有就算了咯 当作是朋友嘛 都不是什么东西来的 有没有白跑过 有 昨天两天了 三天了 他们坐不到 不是他们不要买 空很大 看没有人买就走咯 就回咯 不然就在那边坐坐跟朋友讲一讲话 或许 人在放下脚步的时候 心里就会腾出一些空间吧 来这里买东西的人特别随缘 一随缘 心就自在啦 千呼万唤 渔船终于回来了 嘿嘿 有没有晚霞满渔船不重要 大家最关心的是 有没有鱼虾满渔船 新加坡的渔夫 要讲个什么样呢 No 他就是新加坡渔夫 Christopher啦 大家都叫他黑帝 他在华人渔船长大 讲了一口流利的华语和各色华人方言 今早出海六小时 捕到黑鱼和螃蟹 一回来就要解决分配鱼货的问题 如果鱼货不够 黑帝就发挥博爱精神 公平分配 那就是每人都分一点啦 为了照顾大老远跑来的顾客 他甚至还叫住在附近的熟客 少拿一点 你分一点 不用紧的嘛 吃的东西不是什么东西来的嘛 对吗 分来吃啦 不要整 全部看哪去的 这个就没有了 不要交朋友就这样嘛 全部来不用紧的 分一点点就OK了 给他们开心嘛 根据制作罪的明察暗访 渔船停靠的码头 原来是属于朱德怡老先生的 朱家本来就是陶海人 渔村本来就在附近 后来政府开路 将旧村拆了 朱老和太太难以忘记海上生涯 便租下这个地方建了码头 出租给渔船停靠 没想到竟吸引了新加坡的爱海人 有的来捕鱼 有的来买鱼 就聚成了这个渔村 这里通通都是朱老DIY搭建起来的 要搭建码头就要铺走道 铺了走道后就干脆加个凉亭 整个过程是随性又随意的 有些木材是朋友圈的 一些结构是熟人帮忙搭建的 学走就是山巴做梦 好像这种也是可以搞旅物业 来看看头走的 根本没有这种地方了 没有想过说 这边开一个小餐厅 卖卖充施啊 那个不容易 一方面卫生一个问题 白生一个问题 你看这边都没有水电嘛 我们要水我们从外面 自己去栽进来咯 偶尔就泡一下茶喝而已咯 来十里达渔村 没水没电 当然就更没冷气咯 等了老半天 还可能什么都买不到 那身交肉贵 讲究效益的新加坡人 图的是什么 他们来这里找到了什么 聪明的你是不是找到答案了 好吗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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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